很長的關係,因為我們需要很長 大概繞一圈的長度 先捏幾顆,你們可以先拿過去那邊 等下再傳回來 先拿過去那邊,他們會看示範 對,小心,小心不要打發 我們的包蕾有分 像這樣子一顆 然後像這樣子立體的 那一顆的其實就不用示範 就是一顆桌子套上去之後轉轉 就是一顆 然後我現在就是要做這個 等一下你們也可以 不要做這個 你可以做就好,自己選擇 做這樣子翻一顆 的效果 對,我們自己選擇,因為那個珠子有分 有大小,然後有很多 顏色,可以自己去配 老師,妳這線是幾號線? 3號,這個都用3號 因為4號太粗了 我先把它串過去之後 扭轉 然後妳要自己決定 妳的花蕾的長度 然後呢,這要兩條對不對 把它拉上來,一樣在 一樣在串珠子 然後決定它的長度 自己去設定 然後一樣在同一個點 妳不斷 它會是這樣子 在同一個點 OK 這樣 有沒有 然後,因為我不喜歡雙樹 我喜歡單樹 我就會串3顆或5顆 然後你們大花可以做比較 多顆 就3顆 然後小花妳可能就是單一顆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就好 因為時間有限 你們就是可以回家慢慢做 沒關係 然後呢,剛剛為什麼叫妳們花拓不要動它 不要動它 不要動它 不要動它的點呢 就在這裡 好 妳看啊 我現在去之後啊 我的花這個凍子很大 因為我線很細 它就這樣 是不是 然後這時候如果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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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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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熱風氣 這...這...這... 這時候 你就吹一招 霧面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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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推多小 這時候 就是把它推推推 它就會合我的花形 這樣 花就會卡住 然後有時候啊 可能還沒有辦法卡很緊 它可能還會滑 沒關係 是用膠把它 用膠把它 花脫跟 鋁線的那個小縫把它填 就等於說用那個把它 固定住 反正我剛好也要上膠 老師還有一個三角形的三片 三角形的就是...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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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包的 對 那你也可以 不一定 你也可以...我今天這個 我想要用 這樣子 然後蝴蝶的話 那個是... 那個人體才會顏料 蝴蝶的話 我就是直接這樣 因為小隻的打動隻 穿動它很容易會裂 就會像... 我的書籤一樣 然後就會摸著摸著 就會變兩片 對 所以... 我就比較偷懶的方式 我就把它凹成一個... 花枝石 直接從蝴蝶的... 後面這個身體 這裡穿進去 然後扭轉 扭轉它 不要扭得太緊 因為太緊它很容易 不小心 把蝴蝶的身體 短 不要幫它穿馬甲 因為它已經很瘦了 所以就這樣子夾著之後 輕輕慢慢的轉 覺得轉到有緊就好了 不要讓它整個緊到一個 讓它整個斷掉 因為它身體斷掉 它就是... 軟 就會... 很難再接回去 而且基本上 困難度非常高 然後它會有點小怪 剛剛有老師說 它就是... 一樣用膠把它黏好 其實也是一種方法 像這樣子 把它扭起來 就會是蝴蝶 那譬如說我想要讓它往上 就這樣喔 那就往上 我想讓它這個蝴蝶往下降 這樣 對 所以這個蝴蝶可以自由調整 或者說我想讓它 停在花上面 的位置的話 就是自己去... 比如說就這樣 這樣子 好 它就會在花上 就是可以自由 自己去組合 然後每個都是這樣 一支一支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這樣子 我的花可以給我一次 剛剛那個花呢 再烤箱 再烤 再烤 還有一個我剛剛 對我剛剛示範的那個花 有人拿走是不是 應該是有 然後 真是的 眼睛 你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搭上來 比如說有葉子 比如說這個架葉子 這個我覺得很好 就這樣 這樣去搭那個層次這樣 然後好了之後 就稍微扭轉之後啊 我就可以用鏽線把它纏起來 嗯 像這個 剛剛是我長的 比如說就這樣 就像這樣子 綁上來之後 有沒有 我就把它繞起來 嗯 好謝謝 把金屬線包起來 然後你可以 一定要繞嗎 其實看個人 你也可以選擇 不繞 這是有繞跟沒繞的小 這個是 沒繞的 這是沒繞 也是有繞的 它其實它繞起來 就會比較有那種 樹枝的那種 有沒有 花金的感覺 嗯 然後你可以選擇 你要顏色 這樣子 然後你最後只要擋個單截 把它綁起來就好 那你回去 如果怕它散 你就可以用那個 這個 白膠 把它稍微黏一下 頭尾 這樣子固定 就好 然後我現在是都弄好的 我就一支一支 然後就把它排列好 比如說我上面是 先排 小花 然後慢慢會去下一次大花 這樣子 這樣子了解嗎 OK嗎 好 那你就可以回去 開